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般轿车的轮胎螺丝和SUV的轮胎螺丝 这两种螺丝我们在平时使用当中经常有断裂的情况发生 断了以后自己也可以动手把它更换 有的朋友你到4S店关键是费功费力还不省钱 你像这台车的螺丝就断了椅子 我们首先先把刹车分泵卸一下 要注意一点就是卸刹车分泵的时候把它垫好 不要把刹车管弄折 如果把刹车管弄折的话呢 就要重新加刹车油 要重新放下 用冲子把这个舌的这半根螺丝冲出去 看这个坏螺丝 换上一根新螺丝 把这个锡螺丝呢 要在后面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 要把它和半周的图圆 要结合平整 要把它砸过来 structured 砸 cr 啪 要把它 砸を 和图圆 靠石 在上轮胎的时候呢 就不会鬆动 这个螺丝呢就穿过来了 下面我们平整一下背板 看检查一下有没有松动有没有变形 避免在把轮装上的时候 有摩擦声音 装上刹车盘 装回刹车粪泵 这个刹车粪泵有两个螺丝 把它剪好 用公斤板子把它上烤 它的公斤数大约在100牛米左右 上这个螺丝之前呢要把这个螺丝润滑一下 抹一滴鸡油或者是抹点那个硅子黄油 这样的话你再下一次再拆些的时候就很容易拆 这两个螺丝啊 在平时使用当中经常遇到这个汤水的时候 经常会生锈 所以把它的螺纹呢 滴一些机油 对它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要把这两个螺丝锁紧 要不然的话在刹车当中就会有异常的响声 这两个螺丝一定要把刹车分泵锁紧 好 非常好 可以上轮台了 这个一般轿车的轮台螺丝的公斤数 是在120牛顿米左右 SUV就稍微加大点力气 在150牛米左右 有的朋友问 能不能用公斤米来做计量单位 也可以 1公斤米等于9.8牛顿米 你可以照这个计算 也就是说 120牛顿米相当于12.24公斤米 150牛米相当于15.3公斤米 按照这个计量单位 也可以 上这个轮台螺丝的时候 要对称子拧 螺丝 要对角拧 把它拧 拧平了以后呢 再加大力度 大约是紧三遍 最后一遍呢 用公斤板 把它拧紧 拧到一定的公斤数 这样使用才牢靠 不至于 不至于 以后把轮跑掉 要对称的上 对称上 对称 叫上劲以后 就可以 就可以逐渐 逐个的拧紧 只要把它较很近 较平整 就可以逐个的用公斤板子 划去拧紧 好 用电头板子 首先把它较平衡 较紧 最后这个螺丝呢 是拐锁的螺丝 拧这个螺丝的时候 不用太大的力气 就不用拿公斤板子 可以较到 接近150牛米 就可以了 因为你较大劲的时候 以后再往内卸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把那个 那个锁 卡扣就会卸坏 卸坏了 这个螺丝就卸不下来 卸不下来就很难卸 经常是会产生这种 所以这个螺丝 不建议 过大的力量去减它 好 把它放下来以后 才能做公斤板子 因为轮胎在悬空的时候 是不好捡的 也捡不好 我们这个是SUV的轮胎 SUV的轮胎 要比普通轿车的轮胎的 这个空间数 要大一些 普通轿车呢 在120牛米 SUV在150牛米 按上满150牛米 公斤板子听到响声 就达到150牛米 就可以了 另外在使用当中 好几天以后 再拿公斤板子 浮查一遍 看一看有没有送动 有没有没达到空间数 这样呢 就万物一数 好 今天就说到这吧 有喜欢的朋友 点关注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